你好 你好 最近進不進臨立會的問題呢 這個問題令人非常傷心 因為我們公民黨越打壓越頑強 反而被人打壓被人DQ 反而被人打壓 但當你不是被對方打壓 而是內部有不同意見 而出現互相指責的情況 真是很傷心 這個問題都討論了很多 其實我們最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聽眾在網上留言 大班怎樣看呢 鄭英漢覺得應該入還是不應該入 是不是他一脫定音 可能很多人都想聽他的分析 有這些留言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聯絡了他 他願意接受訪問 跟我們談過電話 講講他的看法 現在安排中 大家知道他身在加拿大 都比較遙遠 即是時差的問題 他會不會等著睡著了 我也不敢 溫哥為應該是凌晨2時 同事安排 如果是OK的時候就接入 如果最後有什麼 就遲些再算 你自己怎樣看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上星期我已經講過 但我亦非常尊重不同意見的人 因為事實上 你爭論了這麼久 雙方都有不同的理據 我經常都覺得 與其你說人不對 或者對方說你不對 事實上 回到我們去年 在說兄弟爬山 好像有些抗爭的活動 有些事情你未必完全認同 但是你都沒有割席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時底下 我又發現 又出現互相指責 如果我有這樣的意見 你一定要跟我的意見 如果你不跟我的意見 總之罵你的程度 很多目的不好的目的 就加在你身上 事實上我覺得 這是非常傷感 如果你留下也好 你走也好 你都會有人支持你 有人反對你 一定是這樣的 為何要令大家互相指責 我覺得這是最傷感的問題 所以現在對很多支持民主派的朋友 無論你支持傳統泛民也好 支持本土派也好 支持王珠陣營的朋友也好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留意這個問題 千萬不要被人分發 我們有大班 大班你好 你好 很久沒聽到你的聲音 很久沒見了 很久沒見了 你聽到聲音了 大家因為香港這邊 應不應該加入那個林立會 爭吵到面紅面綠 大班很多自己有在網上留言 說很想聽你的想法 你認為應該總辭 應該總辭 我想一件事 做甚麼都要想想我的初衷 究竟大家是否接受 立法會是一個建制的遊戲 立法會是屬於建制的一部份 始終你是甚麼派別 立法會就是參與建制的遊戲 如果你接受建制的遊戲 包括選世效忠 基本法 效忠香港市民 很難不喜歡聽的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類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接受這個遊戲規則 現在經過人大的決定 今屆的立法會是延長一年 它現在不是成立一個臨時立法會 現在所有立法會議員 只能過度一年 或者不少於一年 問題是 我們研究就是 你原本參與這個立法會選舉 立法會議員 你對選民是有一個承諾 你要完成這一屆的立法會 以及當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雷霆計劃 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我們要去爭取關鍵少數 如果今年的立法會 就是爭取35+. 上一屆立法會 就沒有爭取35+. 就是爭取關鍵少數 如果大家總辭 就不要說什麼關鍵少數 但如果一齊同上同落又不一樣 但如果有些參與 有些不參與 如果破壞了關鍵少數 我覺得沒意思 我就認為 一定要過度 因為你要入這個立法會 你要看著這幫人 這幫人當然是為所入圍 他不單止控制了立法會 如果你連關鍵少數都放棄了 那就可以連政改也改了 他有什麼不可以做 而且你入到立法會 雖然說 現在很多人很悲觀地說 進去立法會有什麼用 他喜歡做什麼 喜歡在大灣區投票就行 喜歡做這件事就行 如果這樣說 就不用參與選舉 搞初選做什麼 一定贏35+. 那有沒有說到贏不了35值 是不做的 你的初選 有沒有 好像沒有 我沒聽過 應該沒有 選舉的事情 你真是說不算 另外還有一件事 你劉兆佳已經打開口牌了 中央為何讓你那四條DQ人繼續做下去 就是考驗你們這些傢伙 就擺明要分化民主派 因為說了 你現在就被人分化了 我看不到有什麼好處 不過度 有些理論就是 美國人馬上是尖 你說應該留下 你說看不到 美國留下 OK 問題是說美國人 很不想見到 我又不知道 我們立法會原來服務美國人 還有誰可以代表美國人 說話 現在美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像鄧小平當年 莊老闆不說 每個人都可以說是廢話 問題也不需要讓美國人怎麼想 你說如果總辭呢 問題也不需要讓美國人怎麼想 你說如果總辭呢 就會引起更大的國際壓力 對香港作出更多制裁 我想現在攬炒已經成功了 現在所有制裁陸續有來 我想不需要理到這件事 最重要就是 顧本培園 還原基本步 究竟我們出來參選立法會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是放棄的 立法會是否都當權派做事 那當然是少數派 他們為所入圍的做什麼 這件事就不用爭辯了 不用參選了 下一屆選來做什麼 所以如果大家要爭辯 就是究竟我們是否成立法會 我們是否願意玩這個遊戲 這個建制遊戲 否則什麼都不用說了 那就不要在一起 現在不是的 他們說不是以後不選 只不過說 我現在不喜歡你退後一年了 因為退後一年 我不怕得罪說 我本來打算初選成功的人 不能玩了 所以有些人甚至乎說 以為很多個初選失敗了 為何可以過渡一年 那些事大家都可以爭辯 有些人說 司委訴測 你多做一年可以多拿一百多萬人工 這些是廢話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立法會這一屆的立法會是過渡一年 是廢話一年的 大家可以做下去 大家可以跟議會鬥下去 如果不止一年 他現在說不少於一年 有些人說 你參加了這個遊戲 留下的話 可能會變成萬年國會 那怎麼辦 可以保證告訴我 你不進去 他不可以將這個議會成為萬年 百萬年千萬年萬萬年議會 那又不用罵 這個世界就是 如果你仍然有希望 大家仍然要堅守自己的崗位 仍然去爭取香港民主 繼續鬥下去 鬥下去 鬥到最後一分鐘 拉布什麼都好 我又看到有些人說 很多理據 現在有些人說 進去吧 你如果去衝撞 就會分分鐘被告你 雖然我又不明白 人家當然是勇武 這個是和理非 那你是擔心人家被抓 你差事嗎 難聽說 我認為有些建設性的事情 第一就是一定要完全過度 爭取 為我們香港人繼續爭取 另外一件事最重要 就是在這一年裏做些什麼 大家不如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例如在這一年裏 我認為也是一個好的機會 我想每一個區的民主派立法會員 就應該請初選 贏出來的所謂素人 去做政治助理 去訓練他們 立法會不是很簡單 我和余立美 做了內我 我和余立美也做過立法會員 有很多事情要學習 不是第一天 我第一天進去我都會協議 不是很簡單 所以最好就是利用一年時間 想想怎樣可以更加有建設性 去爭取民主運動 和服務香港市民 不是說我總辭 然後最好笑的是另一種荒謬的地方 就是走到街頭去搞臨時立法會 不是民間立法會 那就是搞臨時立法會 還有這個民間立法會可以做什麼 我又想知道 譬如我們現在傳聞 有二百多萬人上街 要求什麼 現在給你說的 爭取什麼 五大訴求 他不可 五大訴求 其中的二百萬人表態 其中一件事最鮮明 最堅定的 就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個警部 通過了二百多萬人 沒見到他做 你走到臨時立法會 出來民間立法會 其實兩樣 兩樣都可以同時做 即是你如果有人進去做臨時立法會 你街頭成立一個影子的民間立法會 其實兩個不可以 我同意 那還有 可能會不會叫每個立法會員 我說的 可能有人不喜歡聽 我最喜歡捐一半人工 會不會捐一半人工出來 民間立法會 譬如這樣說 你們知道 我經常捐一半人工 問題有很多 我覺得沒有建設性 我看不到 現在有二十四個 立法會員有三個空缺 第一是仍然關鍵少數 第二是二十四個人 我覺得應該齊上齊下 應該一齊繼續參與 如果有 那你就放棄 你怎樣跟香港市民交代 你是民意代表 你有選票 你有man day 你有授權 你都放棄 那有什麼好做 但是有一個說法 今年的立法會 跟以前的立法會有什麼不同 始終人大 我們以前身次很多 而且今年這個安道理 基本法都說四年一任 現在知道你有機會三十五加贏 所以使臭骰招 遮疫情為名 就不讓你選擇 所以這一年 你考南明無論延續也好 有什麼也好 但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非常不義的事情 因為用了那些骰招 就簽建一個一年的議會出來 所以如果這些壞事 從原則上 我們和他或清解線 始於為五 不同流合污 我覺得原則上都離直起狀 但如果你現在說 我們要繼續進去 就好像要捐九孔了 即是他做了那些骰招 但是我們 真是 個勢在別人那裏 權在別人那裏 我們沒有辦法 我捐九孔都進去 有些人覺得我們不應該捐九孔 你現在參加 這個流法會選舉 為參加初選 已經捐了九孔 你有什麼可以說 當然我 你不要搞錯 我完全認為 這是不公義不合理 我是完全反對的 但你不能反對 你要玩這個遊戲 那是不是我們今年總辭 明年 當他有選舉 那你就去參與 你參與的時候 又要跟他說 如果你今次有年長 我又不玩了 大班是有個分別的 因為他參加初選的時候 他說我都是根據基本法 四年一選一次 我都是根據法律 這是合法的一個選舉 我初選也是投票 表示大家 希望看到什麼人去參選 這是合法的 但問題是 現在他是用人大做一個決定 就說現場不少於一年 這不是基本法裏面容許的東西 基本法講明是四年一任 所以有些人說 違反基本法 那你都支持 下一年又不同 下一年他回到基本法 他告訴我們正式選舉 那我就參加了 但今年的一年 就不應該捐九孔了 即是有這樣的說法 我很高興聽到余樂眉說 余樂眉有牌 我是沒有牌的 不是不是 你說法律最好了 那有沒有人告訴我 現在這樣延長一年是違法的 如果有就告他 為何我又沒有聽到 有人說他施法覆轍 甚麼都施法覆轍 這次是否施法覆轍 不是合法 那又不是 對不起 我們是不接受的 我告訴你我是不接受的 我們不停說這句 要不然有人制我 但問題是你現在是否不合法 你不能說 如果你問我余樂眉 國安法也不合法 為何我們接受 為何一個人不發聲 我不是鼓吹人 我只是這樣說 但大家接受這個法律 這是惡法 這個不單是捐九圈 這個是趴在那裡 如果你接受國安法有辦法 你加拿大說得比較安全 你以為加拿大也可以通緝 不是這個問題 我不是叫人犯法 我意思是你不能不接受 在我們香港的時候 你如果要玩這個立法會的遊戲 這是建制遊戲 我也是這樣說 要是奉勸別人 或者鼓吹別人 或者叫人不要留在這個立法會 那你一件事就是 我的燈都掉了很難 你的聲音大到可以震爛 大件事就是 你接受這個立法會選舉 如果你不留在這裏 你就告訴我 我作為一個選民 告訴那些選民 我以後都不參與這個遊戲 因為他為所欲 他喜歡延長 但喜歡什麼也可以 這件事就是拿去下一屆 立法會開會的時候 拿出來討論 為何可以延長一年 可不可以廣泛討論 可以廣泛諮 我的問題就是 我做立法會 是一個建制遊戲 如果我們真的有理想 反建制 根本不應該參與立法會選舉 根本不應該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叫人不要留 你第一表態 我以後都不會參與這個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是不公義的 是沒有意思的 好像他們這樣說 我接受他們的論點 所以就不要玩了 我就不捐九孔了 所以你就認為要留 不過高度總結 你認為要留 都要穿土必爭 但留得來 你都會建議 他們在資源上 應該有些共享 例如捐一些工資 我不要說一件事 我已經捐一半工資 但你剛才就這樣說 不是 起碼要請回那些 所謂初選贏的 未做過立法會議員的人 真的給了機會去議會 見識一下 我不用客氣了 真的要見識一下 不要以為我有選票在手 我進入立法會 我就可以空槍上陣 而決補自己 裝備好自己馬一屆去選 做個專櫃的立法會議員 所謂專櫃的 對不對 現在那些立法會議員都不專櫃 現在沒有專櫃 都是捐九孔 但無論如何都會專� 那幫建制派議員 因為有選民的授權 我所謂的專� 是因為他背負了選民的授權 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但有個問題就是 你說他引用負重也好 總結這樣說 是可以分享一些資源的 這已經是事實 而且立法會議員是有個地位的 我們怎樣不專櫃也好 譬如趙家俊說去探監 你知道立法會議員探監 比太平新市好 我們要探監 一定要有一個反投訴 而且有人跟著你 而且坐在那裡聽到什麼 但立法會議員探監 可以有一間房間 大家坐在那裡 慢慢談多久都可以 沒有人理你 譬如說探監 譬如說探監 為人民服務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有個辦公室 也有什麼資源 有些政府怎樣不公義 都要回應你 所以這些事情是不能放棄的 否則你給建制派為人民服務 那怎麼辦 針對這個問題 有些論點是這樣 我也想聽你怎樣回應 有個說法就是 你不是叫別人說爭那個 大灣的時間放在擂台 記錄機票給你 那你回來跟他們爭 他的想法就是 你始終現在也是少數 你明日大雨 你剛才提到投票的事情 即使大灣區的居民 可以在大灣區投票 我們擔心這些造假 幸好是要去爭取 但是說到最後 其實就算你進去 他要通過的時候 也是通過了 那你進去其實都沒有什麼作用 除了在抗議下 但最後還是要通過 我也想問問兩位 回歸之後 有哪一屆立法會 不是政府要通過就通過 復促來幹什麼 23條 反正都說不到 只不過有建制派的議員 就是田不進背叛 不是我們因民主派贏 你沒有說田不進沒有自由黨 你哪有機會不立下三條 你一定會是少數派 另外你會否覺得 龜宜道民調 沒有意思 有些人說,你沒有民意授權,因為你選出來做四年,現在無端端淺見了不少於一年 所以最低限都做民調,如果你不做民調,你一定是亂賺,一定是為了錢 如果要做民調,甚麼都要做民調 我們做立法會員就知道,你有選票,選票就授權你進入立法會,沒有人說要做四年 立法會是可以短過四年,長過四年,是一屆立法會 一屆基本法是四年 基本法是四年,但基本法可以改,我們也不要相信基本法,隨時可以釋法 你們這樣相信基本法,香港,我可以告訴你,香港已經沒有黃法 有去講,沒有去講,玩一天不玩,就是這樣 例如說其他國家的國會,隨時可以提出大選 沒有人告訴你,我們通常的認知就是做這一屆 因為任何原因,這一屆是短過四年或長過四年,你都要做的 這就是民意授權,以後甚麼都講民調就講公投 每一樣投票都講民調,立法會員是有授權的,有一個民意的基礎 人家就說,你怕民調出來的結果,不像你這樣 如果民調出來的結果,大家都應該走 那你就因為怕這個結果,所以你就不肯做民調 做立法會議員,或者一個人出來爭取民主,爭取公義 是需要一些雖然人形往義的精神 是其是非其非,最重要是決定 究竟進去的好處多,因為好處是壞 當然是走的好處多,因為至少人家罵你 罵完你走了,就不用再罵了,你留下來,還要罵你一年 那當然是走容易一點 所以若未有牌,我沒有牌 如果派人罵,就不要做立法會議員 就像你們那樣,我也懶得罵你們 我做一陣子,很多人都知道,我個邊也有打電話給同黨人 我說,千萬不要簽個攬炒,你會DQ你的 那你,我不說這個,有某黨的黨夫人在我房間 大班人都不知道了,我們會被人罵 那就糟了,罵,做立法會議員派人罵,不要做了 做工作人員馬上出街,吐口水都被人罵 你知道我最喜歡J-walk,過法路,在黃後大道中 不看燈的,做立法會議員不可以的,你知道嗎 要站住一個公仔出來才過,你知道嗎 我都不知道多懶惰 沒車沒東西,為何不過法路,人家說你是立法會議員 慢慢走,沒行快,沒有,你派人罵甚麼都不要做 正客所為,這叫民粹主義 工作立法會議員來做甚麼 你都很喜歡罵立法會議員,尤其是民主派的,你罵不少 當年保皇黨你罵,民主派你罵 保皇黨不用罵,是垃圾來的 那些人拿來的,罵他做甚麼 其中在這裏有一個爭論,為何現任要留呢 就是因為他們亂賺,貪了一份人工 那你又怎樣看呢,你會不會罵那份呢 是貪了一份人工的,你貪了一份人工來做甚麼取養家之外 亦都是付出的,你的資源是用在社會裏的 有很多人,我不做我同意,我們都敢認,很多同事都 我們這份人工,起碼有些人沒有了,有些人沒有了一半 你以為真的有很多錢嗎,立法會議員 你如果為了錢,亂賺的錢,走去西環報名就可以了 走去搞搞真的,更多錢 要不做立法會議員這麼辛苦呢 最好現在Youtube有很多錢賺 這個,這個,那個,那些,那些,Patreon也有很多錢賺 很容易賺到錢的,我告訴你,我不做的 就像白鴉片一樣的,第一 美國佬一定支持我們的 一定會制裁香港,一定會制裁共產黨的 一定不能通過國安法的,我不會說這些事,就是不能通過 不要緊,共產黨一定會倒台的,接著講習近平點,就有很多觀看 如果大家說,起碼有100萬個觀看,然後收很多錢,那麼做甚麼 我們要憑良心做事 不是說每樣東西是民意的,民意是有時候被 所謂的KOL,被傳媒,牽著個鼻子走的 最重要是你夠膽站出來,那24個人 我不知道24個人是減一或減二 你站出來,你告訴別人,我為何要過渡 我在過渡這一年,或者多過一年 我會做甚麼,如果多過一年,那又怎樣呢 最好現在Youtube有很多錢賺 這個,那個,那些,那些,Patreon也有很多錢賺 很容易賺到錢,我告訴你,我不做的 就像白鴉片一樣的,第一 美國佬一定支持我們的 一定會制裁香港,一定會制裁共產黨的 一定會制裁國安法的,我不會制裁這些,我便制裁不了 不緊要,共產黨一定會倒台的,習近平,習近平有很多視頻 一講完之後,如果大發講,起碼有100萬個視頻 然後收很多錢,那麼做甚麼 我們要憑良心做事 不是說每樣東西是說民意的,民意是有時候被 所謂的KOL,被傳媒牽著個鼻子走的 所以我們要憑良心做事 不是說每樣東西是說民意的,民意是有時候被 所謂的KOL,被傳媒牽著個鼻子走的 最重要是你夠膽站出來,那24個人 我不知道24個人會減入或減二 你站出來,你告訴別人,我為何要過渡 我在過渡這一年,或者多過一年 我會做些甚麼,如果多過一年,那又怎樣呢 好像原來未知是這個問題,不可能在議會 是不是繼續做下去,都發現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更好 現在這件事是沒有深化討論的 現在是情緒化討論的 現在是香港一樣,現在是王一南 你剛才這番說話這麼感慨,是不是跟領會的經驗都有 你不用說,如果民意調查,領會應該上市 我告訴你,說完了 沒有力量說民意的,有時候最重要是 為何我們要選那些人出來 例如當年,我們選區九龍東有五雅萬選民 為何要選五個暗春出來代表他 為何不是五十個,不是五百個,不是五千個 就是因為選民授權,由你代表我去作出決定 現在的二十四個,其實我現在有問題 就算是劉派,我們現在當我是劉派 你們兩個聽聽聽,好像是劉派 現在的去派,是很有道理的 很多大條道理,有KOL支持 但劉派就像暗春不敢發聲 胡志偉,楊岳橋,楊岳橋還有時扭扭扭扭扭 楊家傑還站得硬 他們站出來告訴別人,你為何要留 陳志全那些很大聲 我又不見楊岳橋出來,對不起,胡志偉 還有誰是代表派人物 我連誰是代表了劉派我都不知道,沒有人夠膽 我現在告訴你,你為何要站出來 你真的想留,你為何要留,你留下會做些甚麼 這個才是重要的 我想問題不是說你真的想留,或者想走 那樣簡單 因為你現在的形勢,整個說留不多於一年 是不合法,是違反的基本法 如果你站出來大大聲聲說 我在這個情況下,我也覺得都要留下 你第一件事,好像覺得道理已經是虧了 因為你是做一些,你參與一些,你一向都不知錢 你違反了基本法的事情 我想為什麼你說那些樓派沒有大大聲聲出來做 這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 你說你留下想做些甚麼,老實實 你真的在一個這麼少數的環境,加上國安法的環境 尤其是如果你不是說,你都衝得很前那些,我真的衝的意思就是身體那種衝 你很難說大大聲聲說,我承諾你,我要留下一年,我就會做甚麼 因為事實上你知道你是很少在做到的 所以我想解釋為什麼,很多人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真的寸套必爭的話 其實你沒有理由,因為你一直都在說,你說無謀初衝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你回去有不清楚的時間,回到原本的位置去想無謀初衝 你最初的本意是什麼 最初的本意是說,有三條戰線啊,國際戰線啊,街頭戰線啊,議會戰線啊 現在你無端端放棄一個,不是無端端的,因為它違反了基本法,你又沒有東西可以做到 你很難在這種情況下,你很大聲聲說,我覺得我應該留下 尤其是你明知留下,是被人的第一件事已經說你惡戀散,貪恥 這個就是我相信為什麼留下的那些人沒有那麼大聲 走的那些就瀟灑了那個 你一直是氣壯的 若然你說得像陳志祺那樣,就真的很好 但問題是,如果你要留在這裡,你連留在這裡的勇氣都沒有,我也叫你不要留在這裡 所以你留在這裡,我也不支持你 你有勇氣,你站出來告訴別人 我為什麼要留在這裡,第二件事,我們永遠都爭論一件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社會覺得賺錢不是罪惡的 第一件事是說你亂了權位,你投給人工,你覺得是罪惡的,那你全部捐出來了 如果你認為你應份取得,就應份取得 我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我離開了兩年,我不知道 如果是的,賺錢不是罪惡的,只要賺其所 那些是合法的,不是黑錢來的 不是收了桌底錢,不是被人收買了 有糧單的,要納稅的,有問題 如果你認為這樣也覺得羞恥的,真的怕誰這樣說的,捐出來瀟灑一點 像長毛當年,我每個月要花15000元,多過15000元我就不要了,那就開個家庭出來 我每個月要花幾多家庭回家,才可以把麵包放在桌上 15000元,10萬,10萬不要緊,供樓多少錢,工作多少錢,就說出來 英火哥都不應該交代,如果真的要 但問題第一,不要覺得這是罪惡感,你不要被人兇了你才行 問題就是,你留在這裡,連站出來的勇氣都沒膽講,我支持你,去派你走啦,死去啦,不要做啦 你又怕,床頭又怕,鬼鬼床你怕賊 戴著頭盔過馬路,然後按地油水,做什麼立法會員 現在做立法會員,真的要坐牢,你有沒有這個打算 怕不怕要肥佬禮,會不會怕他送中 我還有些事情要問你,對不對 去呀,最簡單的,世界永遠不做,最簡單的,幾瀟灑 不做,明年選我吧,我這一年夠了,我一樣有約滿酬金 我夠了,我做了30年立法會員,怎樣也能做到一千幾百萬,也有幾百萬 那倒沒有,而且約滿酬金近幾個家庭都有 以前沒有的,我做30年加上那份人工有的 那些錢是不用用在公務上的,大家都清楚 我只是這樣說,但我同意帶回你的說法 你可以不做一年,多瀟灑,有民意,站到最前又夠勇 我明年去選,一定會選到的 不然你現在說了這個問題,我警告那些留在那裏的人 我兇一下,我不是幫那些人,我很公道的 你留在那裏可能明年沒有人選你,你還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其實留在那裏有犧牲的,你有沒有犧牲精神 你如果害怕,什麼都害怕,我勸你真的不要做 一句話,就像我那樣,就不要做,不做多容易 不做瀟灑多,我何時都說 不做就還有一件事 自己不是在立法會議員,叫人不要做,這件事更糟糕 關你差事 OK 不要做,不要做,每個人都不要做,每個人都不要做 不要上街,不要搞事,搞什麼 那些人轉了就說嘻嘻嘻就行了 還說什麼政治,我們不害怕嗎?我根本擔心我的同事 不要做了,什麼都不要做,一起不要做,放棄了 我們當作住在上海,住在廣州,住在深圳就可以了 有什麼好爭取呢 有機會讓你進入議會,起碼可以發聲 你一旦不做鎮鎮,就像我那樣,誰會理會你? 有,你就有空跟我們說,聊天吧 你自己也有聊天 因為這個是我的頭 如果誰讓你說什麼,開過電台會不會訪問我?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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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商店會不會訪問我? 我不會的嘛 你不做立法會議員,真的沒有人認識你的 那些人,不是要街頭抗爭的話 但不算是很具體,不過有這樣的論述 不過我說,大班來說,最對的一件事 其實,我想那些主流派,要留下的朋友 確實,他們是沒有一個很好的論述 而且最初是那些議員自己閉門商討 那我想,令到他們的觀點,其實是沒有講過市民聽,我認為這是差的 我有一個提議,當年 曾蔭權的蜜春都敢挑戰巨人 為何我們不搞一個民意,就不好了 最容易搞的,又不需要資源 不需要很多資源,為何不理會一個辯論大會 去跟樓的立法會議員互相辯論 高山大會,當年是嗎? 那些議員可以搞一個去樓的事 但議員起初,現任職員縮了嗎? 其實過去幾個禮拜不停找,沒有人願意說 那些縮矩很歸,那些警告不要做啦,不要想啦 但警告樓派 如果要讓人抬橋,抬你回到議會 對不起,你不如散水啦 那就留在後路,可以再捲土重來 那些我認為要去的,我看見任何人 總結一句,留是需要勇氣 走是不用勇氣的 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對一個人的政治生涯 尤其是作為一個民主派議員 或者所謂勇武派好,反對派好,什麼派都好 去是比留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在那裡,咦咦咦咦咦 左搖又擺平時,很多人都在盤算 所以說人抬橋,抬他進去 我都找不到24條橋 你現在去博物館看有沒有24條橋 其實我一開波時都跟桂林說了 去也好,留也好 各自有他們自己的論述,有自己的理由 有自己想做的事,或者不想做的事 其實沒所謂 最重要是大家互相有個理解 留有些事想做,或者有些原因,你就留 你要走,你有些原因想走,你就走 但不需要,你留一定是... 你走一定是... 我覺得不要說... 留也不要說走那些,走也不要說留那些 因為我猜最終,24條橋 一定是... 不會完全齊上齊落 其中一個論述的方法就是... 大家各自爬山 每人有每人的戰場也好,原因也好 你不需要說對方的 我想拋出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不留的 或者不足夠關鍵少數的立法會員 留在立法會的 而他在這一年或者萬年中 通過了這個政制改革的 取消了這個民選議員 全部都是小遣子選舉的 甚至乎做立法會員好像特首那樣 要過三關的 那誰先負責 有人敢說他先負責 他就要清古罪人 告訴你 我...我只知道 你留也要保持關鍵少數 兩個原因 真是守住政制改革的 第二件事 避免去DQ那些留在那裡的立法會員 他們已經說了 某...某...某... 他們說要譴責陳淑莊 譴責... 你們叫郭榮克 還有... 兆家昌坐牢 立法會員 如果不夠三分一 絕對否決權 這三分如果留在那裡 都會被DQ 那誰負責呢 很多責任問題 大家想想 有某KOL建議 全部都走 然後留一個 這個就是生死簽 留一個在議會 他說我們拿文件 不然也有人說 不如留下那四個被DQ 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剛才你拋的問題 很值得大家思考 如果大家總辭 結果出現你剛才說的情況下 誰去負責 誰去負責 我覺得這個值得 當大家主張去走的時候 其實總辭的時候 值得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問你 你知道共產黨其實真的很厲害 拋了一個這樣一招出來 搞到你民主派現在自相殘殺 狗駡 之前辛苦建立的團結局面 完全沒有了 現在很分化 我想問你現在在這刻 剛才都清楚你的論述 你主張應該都留 傳統必爭 留之餘 這些資源都有些共享 在你這個建議的同時 在現在的局面 兩邊都真的有一些分化 其實在網上你看到 看完之後 都會打爛震的 互相去批評 骨子就是兩種互相的不信任 你覺得在這種局面 你又覺得怎樣 如果共產黨想你分化 我們怎樣才避免 在現在分化的時候 又去團結呢 你有任何看法呢 這就叫政治 問題就是 最重要的是 如果留在那天 我覺得是有意思 我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有一個論述 告訴大家 這些位置留在那裡 還有一個承諾 你如果沒有這件事 其實現在 隔外觀火 我是靠看報紙上網 現在真是無緣糞街的 除了無法親身聽你們的說話之外 我想大家心中想什麼都明白 現在去的 因為不留的人是大聲的 是大聲的 現在留的人 讓民眾說我歉的 很多人說你被人手指指 被人戴帽子 那你怕不怕 你不怕就24人站出來 表示一種團結 這件事連24人的團結都做不到 你問我怎麼團結到 那些所謂的反對派 反對派 這很困難 你首先留的人 現在去的人有人站出來 留的人 我都看不到有人站出來 除了那個姓鄭那個 不是我 之外呢 胡志偉相對現在 就願意接受採訪 例如今天我們想找黃碧雲 他也拒絕了 但梁家傑不是立法會議員 他跟他說話跟我沒有分別 不過他有政黨我沒有 是不是 那就開始說兩句 胡志偉和胡志偉說兩句 不是啊 所有24人站出來 我不知道不包括其中一兩個 起碼被人看到團結 就留在那裡 你的聲音就變大了 否則你被人逐個擊破 例如今天我罵原來是岳橋 然後旁邊那個叫做 一舊雲的關我什麼事 他罵公民黨 不可以這樣說 接著街工人說 嘴巴掌嘴笑 沒有意思的 你留的人我都看不到有團結的跡象 所以你問我這個問題 已經過了幾步了 團結就是你自己先團結 立法會議員都團結不到 我也是這樣說 不要留了 一起放假 就等你 就是這樣 我去佛教了 不妨礙你這麼久 謝謝 謝謝大帆成經看 大帆 怎樣?鄭先生 來自加拿大的鄭先生 不要客氣 昨晚我沒有睡覺 兩點鐘 這裡我們兩點鐘 我打電話去左右 聊到半夜三點鐘 弄得我都不夠睡 不過看到有些聽眾有些反應 或者在Facebook、YouTube有些反應 很簡單的 可能跟兩位不同 但和而不同 不要緊 我認為現在這個立法會 民主派的所謂非建制派的議員 就應該團結一致 留在這裏 我的立場已經說得很清楚 昨天 但有些事情可能說得不清楚 所以有兩點補充 首先 第一 我覺得最重要是和而不同 不要人身攻擊 我說完之後 都有一些不懂得扔 不知扔的人 肯定不是D100自己有 不知扔的人 就說我怕死 跑去加拿大 這是原罪 就說我隔岸觀火 有什麼資格 你歐啊 你老啊 你沒資格說話 我承認 我一直都認為有原罪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不敢出聲 即是你說什麼都會死 裏外不是人 第一件事我想說 再重申一次 你們兩位都很清楚 我是2019年1月1日離開香港 當時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沒有這個送中條例 沒有國安條例 我不是怕死走 我有個人的原因走 主要是退休 第二件事 這樣反映了一些人 沒有理性 或者沒有邏輯 變成了比共產黨更差 或者跟共產黨學習 對聽的 聽不對聽不聽 如果這樣說 現在在香港的環境 最大聲的KOL是蕭若元 蕭若元就叫他們全部總辭 現在問問那些哥哥 蕭若元現在在哪裡 去台灣 但我不可以說去台灣不對 這樣說 我告訴那些哥哥 你不要讓別人對聽 你就說 好東西好東西 你去加拿大有什麼好說 去台灣就可以說話 羅冠聰去了英國 可不可以說話 還有李懿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去了加拿大 可不可以說話 大班大班 我先停一停你 因為我們今天有很多聽眾 我建議 看你想不想跟你不同意見 譬如我支持一些議員 是要離開的 那你跟他對話 那有沒有呢 我講完 我補充了兩點 你知道我最喜歡別人跟我辯論 人哥也跟我不同意見 他都可以參與辯論 人哥似乎我跟他做節目 他應該支持劉低 反而我也有少許跟你不同意見 我補充兩點 我補充兩點 經過昨天說了整個小時 跟余若薇 李慧玲 然後看了Facebook 和Youtube 有兩件事我需要補充 在理據上 現在主要反對留下的人 認為這個立法會 延續一年是不合法的 我告訴你 我昨天也跟余若薇說 你 我沒有牌 鄭家輝有牌 余若薇更厲害 資深大律師 我整天是法律師 你的牌 你的牌更厲害 你說不合法 為什麼不去挑戰他 因為現在挑戰不合法 不合法在哪方面 我不是尊重基本法 什麼都不是 不過如果大家說法律 他是有法律基礎 將立法會延續一年 這是不能挑戰的 差不多是國安法 我昨天說了 我不怕死 國安法我都認為不合法 我們現在又要給國安法管 這是現實問題 這是第一點 政治是講現實和妥協的 第二點 我覺得我今天更大聲一點 因為永遠都是理直氣作 慈窮理屈 有些人說 為什麼要接受人大 或共產黨委任做立法會議員 這一年 因為這四年立法會 我爭辯說 那些立法會議員 是有民意基礎 有民意授權 做這一屆立法會 現在這個我們不喜歡 不接受 但是你無奈接受的 基本法也好 人大決定也好 將這一屆立法會延續一年 第二點 大哥說不要認私人屁 那些人 誰委任你24個人進去立法會 沒有 現在人大決定委任 楊岳橋 李慧琼 大口狗繼續留任 石禮謙繼續留任 沒有 不論建制派也好 非建制派也好 反對派也好 人大決定 將這一屆立法會延續一年 沒有人委任你們 那些傢伙 不要扯認私契屁 突然進去 真的走出來告訴別人 我啊 我這一屆立法會議員 是受人大委任的 我頂你個廢 我的理解很清楚 還有一件事 再加上一句 看黎智英今天所說的 我亦認同他 我亦認同他 為何要留在這裏 就算那些聲音留著 你怎可以 這個立法會延續一年 完全沒有反對的聲音 對不對 說完後補充了三點 如果有人認為我老而不死 喜歡跟我拗頸 就打電話進來 不過 因為現在的同事外 這段時間 電話多到不得了 不過今天 就好像跟你不同意見的 聲音的聽眾 本來有的 不知道是否聽到你的頭太大 和剛才我看到你的口水 我連口水都好像見到 噴出來 怕你噴到口水 噴出來 不過我再問你一樣 大班 謝謝 現在很有可能 將會用民調去決定 現在香港的情況很有可能 如果民調決定出來 是要離開 大家當然要尊重 你怎樣看這個情況 我昨天說了 在這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雷動計劃 我們這一百都參與 當時的口號 其中一件事 叫市民 叫選民 含類好含血好含什麼好 都要投票 就是為了一件事 維持這一屆立法會的關鍵少數 這是民意的授權 選民的授權 你一定要繼續做下去 做完為止 這一屆立法會很不幸地 被延長一年 第二點 今次立法會選舉 如果有的話 9月立法會選舉 那個目標是35加1 35加1 35加1 你是不是告訴我 有些人說 進去都沒用 我們都少數 做來做什麼 如果是35加1 如果拿不到35個位 你這傢伙不做呢 這又是一點 還有民意調查 我覺得沒有什麼需要 第一沒有什麼資源 第二沒有代表性 因為現在的民意 你是不是只包括藍絲 你民意調查 是不是你打開心 給你看我是黃的才能投票 人家可以搗亂你 還有一件事分化 人家是劉兆佳 也打開口牌 說明為何委任 你四個DQ的人 進去呢 全部過渡 就是想分化你不有 我也不明白 我昨天再說 大班 你剛才說的原則 法理的問題 我跟我們所有香港市民說 不要爭論 你說一件事 就是怎樣和共產黨抗爭 是一件事 你進去就算說 你們厲害 你們全部的道理都合 不是你剛才的道理都合 反對原則性的道理都合 我覺得現在不是和一個無賴的政權 不是說法理 不是說他們原則 而是說我怎樣是後爭抗爭 最為了香港的未來 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劉 其實不是說 如果大家進入去 我很怕一件事 剛才大班你說的那些 進入去爭論法理 是否委任 是否人大委任 現在有人說 你根本不是總辭 是哪個叫肉杯葛 但字眼那些事 其實大家放下它 就是策略上 哪件事為香港最好 大班 現在有個大陸打來的黃先生 想跟你對阿華 早安 很害怕 你是不是國安 你不知道大家 早安 早安 其實我是支持你 我是支持加入的 但我不想再說 因為太多人講過了 我想再說一件事 因為我也被阿傑斯說過 因為我早兩天也有個女士 她說 我們應該要好好地 真的好好地向南私學習 去國安各人 但南私是大陸 所以他們只是決心 我們香港 沒有一個領導班子 沒有一個領導人 我記得阿傑斯說過 外國的公會 為何他們這麼成功 因為他們有一個領導人 他們可以討論之後 之後就可以一條心 其實我們的意思不是 一定要學哪一邊 最重要是隨心 其實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 我已經覺得香港沒有法治 最重要是團結 對 最重要是團結 其實現在說 用民調去解決的紛爭 只是希望團結 沒有需要 很多人認為沒有需要 但現在最慘的形勢 迫到大家 好像如果大家沒有民調 大家兩邊都不服 現在是有少少去到這個位 是為了團結 而是希望把民調 作為一個擺平的方法 如果我們相信 八字都在的話 我們應該要做這些民調 我想說民調這件事 如果當年領會 我們三位都過來人 不要再說一些舊事 如果當年領會上市 如果要做民調 就一定支持他上市 這樣就說完了 為何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當年 不好意思 再做兩位當年也是立法會議員 我就這麼笨 富哥是民主黨 李祥仁也好像是民主黨 當然不是 我從來沒有入過民主黨 他從來不是民主黨 我職工盟 現在是工黨 從來沒有入過民主黨 那兩個 你真的離開了很久 我當時是反對領會上市 我和你在一起 這個例子很好 當年在座兩位和很多我的同事 包括陳婉蘭在內 在我號召之下 都是支持反對領會上市 後來在輿論和民意基礎 那個洶湧而至 就全部討世太太 這個事實 對嗎 當年李柱銘請我吃飯 一世人吃了第一次飯 去蘇節 我寄到現在 都不止 對 找到李永達 找到李永達 找到蘇節吃飯 這個明白 很多人想跟你說 我想告訴你 為甚麼 告訴你令柱銘怎麼說 他說我很想幫你打這宗官司 司法覆核 但如果你找不到 就有很多朋友 如果你找到人 就不要找我 你找不到人才找我 為什麼 民主黨 當年的主席好像是何俊仁 告訴我 領會是個糞便 不要黏在那裡 我就黏在那裡 到最後 原來撿糞便補 現在人都幾個領會 其實人都幾個領會 現在領會真的是糞便 現在明治 好了 我要討論一下大家 王先生你最後 你再說一句 好 其實民主我真的不太懂 老實說我都不太懂 沒有這麼說 但我只知道現在好像在打仗 如果一個戰場 以後全部都是兵 一個港 不是兵 全部都是仗兵 在那裡這樣討論 那你怎麼會打這些仗兵 明白的 我還有一隊 大台被人拆了 現在沒有大台 沒有大台 王先生你盡快說一句 你最後一句 明白明白 最後我想說一首詩 這首詩就是 王都向朝朝 去留肝膽兩雙 其實我記得的是 去留肝膽兩雙 兩雙照 那就不要緊 那我希望 去或者留都好 大家真是心接乏宣 明白的 多謝你王先生 跟著到李太 早晨李太 是嗎 到你 是我覺得 鄭先生說的話 他是完全同意的 是 我覺得是應該要全部留下 一個都不要走 嗯 還有呢 因為你說公投啊 民調啊 那些 因為你不是全部訪問我們這班 黃絲 嗯 因為我們初選的時候 我們是全部黃絲 我們是泛民搞的 初選 嗯 如果你現在搞個 風投啊 譬如選舉 什麼什麼都好 那很多藍絲 當然不想你入 嗯 那你就中了他的雞 你搞這些 如果 如果 譬如舉例 有民調機構 譬如 例如中庭 我可以嘗試做一個 類似公投 這樣的情況 你又覺得 如果這樣的話 又做不做 嗯 做也可以 但是那個 成效呢 我又質疑 總之他會有很多藍絲 是忍若參與 明白明白 他很忍若參與 他參與了 你就是 你那個意見 就是 我們本來是四六 我們泛民 是 相對 那四成有三成 你那個 結果就影響到 但是我覺得 在這件事裡面 就是藍絲 大家想想 他藍絲很簡單 一定要中央禁制 中央怎麼禁制呢 中央不方禁制 叫藍絲 贊成民主派杯葛 他又不可以這樣說 但是他不明白 可能心裏面 是陰你們想我們杯葛 但是他又不可以說 都出口 所以藍絲是不是可以禁制 就馬上投兩單 當然不知道 那些是 很難說 但是現在最慘 就是兩邊爭拗得太厲害 就是如果變成 我一直都不贊成 但是最後大家要想一件事 兩邊爭拗得太厲害 那麼傷那個團結 是不是有一個方法 機制去擺平 我的理據 就是反對任何這些民調 因為我覺得 這一屆的立法會議員 是有民意的授權 是有選票的 他進入這個立法會 是要完成這一屆立法會的任務 而這一屆立法會 你喜歡又不喜歡 現在延長一年 你是要接受的 沒有人委任 沒有人委任 你進去做立法會議員 好 還有一件事 說到團結 昨天我也說了 反對進去的人 就是很大聲的 想進去的人 就是這樣出 沒有人這樣出聲 對 我撐住他 我不知道是誰 是誰 可以這樣 鄭先生 你應該好像重複 和你的口水噴到整個屏幕 我已經看到了 李太太多謝你 有很多聽眾 在排隊 我們想多些聽眾 我們一起聊 早晨黃小姐 黃小姐 早晨黃小姐 我跟太太說過幾次了 第一 首先我聽到很生氣 你說反對的人 剛才那位太太說 說是藍絲 有沒有搞錯 說我們是藍絲 誰說 不是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剛才李太也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當然大家知道整個陣營裏面 民主派的陣營 是有兩個不同意見 剛才我都說了 所以說擺平 是否用一個民調 大家決定 所以我說了 但是藍絲那個 是他們覺得一個民調裏面 你全民調查都會包括藍絲 有得去 這樣解 不是你們 黃小姐 不如說你們 因為時間很寶貴 好 第二就是大班說 反對的人很大聲 支持的人很小聲 我想問為什麼他要很小聲 第二 你們這100的主持 阿慧玲姐 她是由於開始到現在 是不斷叫人贊成的 你們自己去翻聽 你可不可以讓我說兩句 不要緊 大班人不要緊 你待會有大把時間 你拿著咪 不是我想回答她的問題 等黃小姐先說完 等黃小姐先說完 我先說完 是的 等我講完 你大把一個小時 你大把說 我繼續說 第二 就是為什麼我說 你大把話 是延續 延續 如果延續 就不能拿年終求針 我只是重申 我們只是四年 還有一件事 我不是完全反對 她應該是 不要說一致性 她們喜歡留就留 不留就不留 留的我想他們 再重申一件事 她們有一些承諾 需要留的 最重要的東西 我也是重申 這樣被人侮辱 別人叫你留你就留 這個是情緒上 不情緒上 我會覺得她對民主自由 是一種侮辱 根本是 留下有什麼 就是為了那些錢 說什麼聲音 我想問 現在 那次聽 快點他們說 出席率多低 如果流仲是過往 整天都不出席 留什麼 只是賺那些錢 發表什麼聲音 做過什麼出來 好 就是有聲音 明白的黃小姐 我可以逐點回應嗎 黃小姐到你停一停 大班想回應你的看法 大班 第一件事關於民調 你不是像美國共和黨 或者民主黨 開黨大會 選總統候選人 只限黨員參與 但如果你現在做到民調 你讓我說 你讓我說 黃小姐你現在讓大班說 大班繼續 我 說吧大班 大家不要這樣說 你繼續說 最重要是精老 不是很老 差不多 大家不要鬥老 大班馬上說 請說 大班 這個民調 甚至乎公投 就變成不是 你現在的問題 就是我們說 不是整個立法會 應不應該過渡 包括其他所有議員 七十個議員 因為我們說 非建制派 所謂民主派議員 過不過渡 就應該由民主派的選民 去決定 而且不是所有黃絲 投票的 是有份投票的 選民主派的人 那些人給了選票 他們授權他們做立法會議員 這是第一點 所以這個民調 是被污染 你明白嗎 第二個問題 大聲小聲 我們所有人都好 我現在說 做立法會議員 那二十四個想留的人 有沒有人出個聲 最大聲的 就是沒有份做議員 例如梁家傑 李卓人這些 有鬼用 我們不是議員 我也是議員 鄭家虎也是 我們說話沒意思 為什麼那二十四個人不出來說話 我昨晚說得很清楚 就是民粹主義 留在這裏是很難的 留在這裏是很容易的 說走就走 多瀟灑 一年之後 又可以重回議會 休息一年 但留在這裏 第一 找一條命去搏 分一分鐘去坐牢 第三件事 明年 一定 好像黃太 你那些人 明年一定不會投他們的票 OK 你以為留在這裏 要勇氣 好 我現在說了二十四個議員 我知道 他補一個勇氣 站出來 說我為什麼要留在這裏 說我留在這裏會做些什麼 這才是最重要的 黃小姐 你是不是有事想反駁 大班 讓你說完再接第二個 我也同意大班這兩點 留在這裏的人 一定要走出來說 為什麼他要留在這裏 不是只要保留立體的信任 他會下一年想做些什麼 這裏是我堅持的 他一定要走 為什麼他不走出來說 我也是問這個問題 胡志偉有出來說過 不夠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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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同意 他們要大聲一點說 解釋給市民聽 是大任 萬必 很大聲 收到 多謝你 黃小姐 我們先停一停 我們要通知大家 不要再打你了 因為已經多到聽不完 多到聽不完 我們這陣子都是這樣的 大班人都知道 不是因為我 也不是因為你 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因為你來之後更加是 我猜 不過我也在這裏呼籲 大家在這些問題上 多少有些情緒 在用詞上 雖然我們不一定要表面 包裝得很團結 當然辯論一定有些用詞 會有些針對性 但畢竟這件事 都是希望我們大家共商 一件事做好它 其實留好和走好 老實說 你問我 到現在這個階段 是否真是一個很大的政治決定 我覺得真的不是 留的和走的 其實某程度上 都一定有它的容易 亦都這樣說 亦都不需要一提 共同進退 老實說 我覺得現在不一定需要 阿富 阿富 我有一點要跟進你的 如果留在這裏 保持不到的關鍵小數 就不留也罷了 真的 這樣就瀟灑一起走 沒有意思的 我現在的數目是多少 現在的非建制派24 現在我們是24 24 走那兩個 22 22還是可以 還可以的 現在立法會議席是67個 有三個缺席 66 66 有四個缺席 四個不在 四個空缺 66除3就可以了 22就是關鍵小數 當然是 如果關鍵小數是沒有了 這個大家 那就變成做政治花瓶 好 我們就做了政治花瓶 何先生 早安 你好 其實是這樣的 我看了港台節目 仁哥和黃旭文 涉展 黃旭文說不出 總辭之後可以做些什麼 聽到了 聽到了 繼續 其實說一句 我覺得 現在呢 全香港人 太過容易被中共帶風走 嗯 中共根本要你們分拔 你們跟著他們做 嗯 還有說一句 總辭 是讓了立法會 被保安安改了一些例 境外電子球票 改了選舉條例 你們所有人都不需要去選 已經是 嗯 留在這裏 做不到什麼 我知道的 十條國法可能是高過八條 剩下一兩條 這個交換差 嗯 留 和走 其實都是理與幣 都不是完美的答案 是 其實我覺得做人應該大方一點 嗯 你不如 你看看他這一年 這批議員做些什麼 嗯 簡單一句 你總辭 之後這一年你不做事 難道我還給你票嗎 嗯 你留在這裏一年 卸做的 我都不會給你票 嗯 大家的焦點應該放在這班議員那裏 你 無論你決定留還是走 你一年可以有些什麼做出來 嗯 但是不要忘記 你總辭之後 你整批人下一屆 是不會 不能進入議會的 因為他那些年不尊重議會 全部全部 還有大家準備準備 要預備第二第三梯隊去選 這批人應該會 你總辭之後 嗯 還有說為什麼沒有第三個選擇呢 先留任 真的抗爭不了 就全體總辭 為什麼沒有第三個選擇呢 上一兩個星期都有很多 聽譜 那天我在港台那裏說 不如你進去 然後逐個DQ 一次DQ有受害人 國際就會慶 其實你現在有些說法 就是說你如果總辭 國際會爆 但是其實整個延任的選舉 本身已經是不公平 和不公義 和違反民主原則 國際也爆過一次聲明 但是整件事 大家看到國際 就是 弗洛偉和周庭被拘捕 和大家整個七一開始被拘捕 那些國安法被拘捕 那些就真的有受害人 而且打壓是非常之極端地 用二百人進去蘋果的手段 這些事情國際就會爆 所以反而有受害人會爆 我經常想解釋國際的回應 很多時候你有一件事爆出來 是有受害者 當然你可以說 延後一年整個香港市民受害 但是這些是比較含糊 或者沒有那麼清楚的受害 還有我想說一件事 為何不可以在三個選擇 就是先留任 按真到搞不定 總辭效果會大一點 總辭有自己 我聽到明白的 我猜泛民內部討論 甚至是這個 不會被別人所撇出去 都是會在討論之內 還有我想說 為何留任的聲音 出不出聲 因為他們沒有共識 這麼大班人都 諸葛還是贊成酒 快必是贊成酒 但其他沒有共識 怎會出聲 明白的 也不能代表全部人 好 多謝你何先生 繼續聽聽李小姐 早晨李小姐 各位早晨 早晨 早晨 我打了一星期上來 就算惠寧那次我都沒有出家 那我今天就接到 因為我首先看到 某一個網台 有人提到是我 就說我整個星期都不見我 未聽到我的意見 喂 你繼續說 現在現在 我想說的 分幾部分 先是說 共產黨已經很成功 分化了市民 分化了議員 包括分化了我們自己 有跟你們的一百 你聽聽這幾天 人們打電話上來 那種情緒 那種氣憤 但我覺得 情緒歸情緒 我們大家要去看看 現在說 留和不留 有很多人在執著的字眼 我覺得就不要執著字眼 因為留和不留 我們就是看好像那條 那樣的 考慮題目 我們要看利多於弊 還是弊多於利 我想說 主樓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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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理由有幾個 毛依依說 如果我們現在不進去 下屆就不能進去 就是說 有幾個藉口 政府DQ你 其實我覺得這個理由 就不成立 因為現在DQ了四個 其實根本上 有第二條名單 已經DQ了 只不過是因為 要押後一年 所以就沒有再宣佈 對 第二 有些人說 既然這個議會進去 是沒有用的 那你不如全部 所有議會都不再去選 包括區議員都要退 或者下屆以後 你們都不應該選 這個又是混淆的 我們現在有些人說 今次不進這個議會 是說 覺得它是委任 是非法 所以我們不進去 如果下次做一個 公平選舉 是正常的選舉 為什麼我們不去選 所以不要混淆兩件事 我可不可以回應這一點 大班 我剛才都說了 今次立法會 經過人大的決定 是將這個立法會 過度一年 就沒有人委任 到不是人大委任 新的議員進去 是完執完美 所以你就不要說 那些人 我真的想指出 我是不接受 這一屆議員如果留在 不論你反對 也好 他們並非被委任 他們是有選民的基礎 所以才有位置 才可以過度這一年 現在沒有插新人進去 他沒有委任 我進去 沒有 又或者 兩位 當時我們開始 有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覺得如果DQ那四個 並不能過度 我覺得 這樣就要認真考慮 是不是真的留任 這是判見的 這變了二次 整屆立法會 是過度 是沒有人委任 而這些議員 本身 你不論是功能組別 是直選 是有選民基礎 收到 沒有援露人 李小姐 我還沒說完 好 先說 快快快 其他的理由 就是 你進去為什麼 去頂住他 不要讓他 那麼容易去過 惡法 其實我覺得 進去是真的做不到什麼 因為你現在說 他的政改 他現在衰起上來 夜晚點上來 他可以用人大去解釋 這樣就過了 你說說23條 根本上 從頭到尾23條 隨時都過得了 現在23條 沒什麼意思了 是啊 如果 李小姐 李小姐 如果你這樣說 我們有一天 一天拿不到立法會 最多的議席的時候 成為多數黨的時候 根本就不應該立立法會了 如果好像你這樣說 那你做什麼 我先說一下 我不是說 我現在是說 我聽到這幾天的人說的 有些回應 就是說 你說 那個選舉制度 如果選舉制度 它可以用選管會去改 它不需要立法會去改 你說 是做不到 是 我承認是不能做到很多 但是唯一一件事是可以的 就是說 你議員可以去看到文件 因為如果你不是議員 你是拿不到文件去看 第二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你真的有資餘 是不是 好了 我覺得說 除了這些 所謂理由 你們覺得是不是很實正的 不應該是留下的話 我想覺得 另外還有一些理由 我覺得大家要考慮 國際這個社會 怎樣看我們這班議員 就是留和不留 但是我不是很覺得 國際有什麼反應 對於這件事 第三 有很多說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一起去不做的話 那個張力是會大 然後給到這個國際 看到一些事情 有些反應 我覺得這個也是理由來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想的就是說 利多於弊 還是弊多於利 你們留和不留 那件事 但是在我自己來算 我自己 原則上我覺得是不應該留 但是策略上我覺得是要留 那你覺得說 那你買兩邊 是不是很矛盾 但是事實上我們要看現實 精緻是要看現實 就不要說那麽多的 那些 那些高尚 那些事情 因為現在我們是要鬥爭的 明白 多謝你李小姐 一口氣都聽了很多電話 都要問一問大班 你想不想留到11點 你說事 我現在由天亮到天黑了 我先開燈 對 你不要開燈 既然你說我說事 我沒理由叫你走 你開燈 不過生理上 我和仁哥也有點需要 有個休息 大哥 大家休息一休 一休息一休 大家不用再打來 因為外面都好 大班你這麽惹火 對 OK 休息一休 聽電話 和大班也在加拿大一齊聽 張太早晨 張太早晨 你好 你是… 喂 你是張太 我是鄭家富 我是李卓人 李卓人也有鄭大班 我和仁哥聊 我和仁哥聊 仁哥我們又不懂法律 我們這些最低級的 最低層的 最低層的 我代表最低層的 又不懂法律 又不懂知識 但是呢 我們是要… 即是我們的意大意識 是梁天琦 阿智峰 阿周庭 但是他們又不單止 不能夠入議會 還抓他們坐牢 要不然又不讓他們參選 剝奪他們的參選權 要不然又抓了他們坐牢 那我們… 所以呢 我們最低層的 又不懂文化 又不懂知識 又沒有本事出國 又沒有錢出國 沒有能力出國 沒有本事出國 總之香港最低級的一班 香港最低層最低級的 這些 真是巴不得所有那些 泛民那些 即是那些民主派那些 全部都總辭 讓全世界知道 香港已經沒有立法會 嗯 即是你的立場就是這樣 不是 所有的最低級的 最低層的 又沒有辦法出國 沒有錢出國 沒有本事出國 沒有能力出國 我也知道 但有時大家可以談 當然我很尊重你的看法 全部人總辭 全世界就知道香港根本沒有議會 全世界知道 但最後又搞大灣區投票 然後又繼續搞選舉的條例 或者又明日大雨 又倒水落鹹水海 如果他做了這些 給他機會 有一年真空期 做了些壞事 對香港市民 又是有個很大的損害 其實 因為我很擔心一件事 就是他搞了些壞事出來 當然有些人說 你們都未必能阻止他 有些人這樣說 但是起碼 這些都阻止不了 但是就算怎樣阻止不了 例如大家看去年 很多時候大家盡量把這些 惡法拖得多少就拖多少 頂得多少就頂多少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一直這樣攻 他根本如果沒有人在 他根本完全是為所欲為 入直路 一路將惡法一路 即是空車通了下去 整個整年搞了之後 我們下年更慘 大家想想 當然我很尊重張太太 你現在是 被全世界看到 立法會沒有了 張太太 根本現在都沒有議會 張太太 張太太 張太 我有個提議 你說這些基層的市民 都覺得應該總辭 是啊 是啊 現在都沒有議會 不管什麼 都不管什麼 都有人反對過渡 但是我想問一句 你考慮一下 如果大家全體過渡 然後當這個立法會 即延續了一年的立法會 或者比一年更長 也有理由 如果太離譜的時候 全體總辭 那種震撼性 就被你現在投降 放棄了爭取入議會發聲 是更加大的 考慮一下這些點 好嗎 好 張太太 你考慮一下這些點 跟著葉先生 早晨 葉先生 大班 很久沒有來討論 西班 你好 西班 我又不支持 現在極度支持 你們回去 我想說一下 香港人 記不記得 去年由612開始 由分化到一條心 齊上齊落 流血 流淚 為什麼這次泛民 入議會 要批判到你死我活 我真的明白 那我敢說葉先生 我停一停 我覺得這種又不是 要批判到你死我活 因為泛民最好的地方就是 我們能夠說出大家心底真的說話 當真心說話 有時是和大家不同意見 不要緊的 我又不覺得是批判得你死我活 大家一路辯論 而辯論到最好的方法 去做出決定的意思 請繼續 明白 網上有五毛 我相信電話裡面也有五毛 還有反對者 有些真的聽到 原則上 還無奈反對 但是有些反對得來 歸流去幾點 老民意受權 四年 這一年 不是民主派 不想取得授權 是這個政府 不給的 還有 還要說多一點 大不齊是哪裏 說違反基本法 如果泛民進去 這個政府還有基本法的嗎 我們香港市民 是認同這本基本法的嗎 為什麼民主派 入議會 違反基本法 我真的不明白 而且說他們為薪酬 為資源 他們進去預備坐牢 還有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 只是說要有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 沒有說 沒有說要泛民入議會 還有共和黨 有個議員 都叫泛民要入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議會出現抗爭 怎麼抗爭 我覺得泛民真的要出來 開個技招 只限做一年 還有 有一個泛民被DG都要走 還有惡法 真的來補 都要走 好 收到 收到 多謝你葉先生 接著到陳先生 早安陳先生 喂 陳先生到你 各位好 大班 之前我那個陳先生 首先聽著 我們不要爭吵了 各有各的論據 進去做他要做的事 留在外面 就在外面做的事 他做了他 大家盡量 現在停了他 因為他爭吵 永遠都是是其是非其非 窗口一致對外 如果不是 你想想 如果你一直爭吵 有什麼後果 你想想 可以說進去有什麼做 外面有什麼做 但我們一直爭吵 有什麼後果 進去那些 如果真的有什麼不行 就走 進去不可以走嗎 不可以 最好 這裡還有45秒 我打算一分鐘 不要打斷我的 我打算一分鐘 繼續 還有21 85秒 你不要 你不要倒數 你不要在這裡 你不要在這裡 你們各吵我 我也不是 我也沒有聲音 快點 繼續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真的不要吵了 真的 剛才說了三次 我再說一次 進去做他要做的事 在外面的 在外面做的事 不要中別人計 記住 我們是其是非其非 但我爭吵是沒有用的 收到的陳先生 本來我想說很多事 還要8秒 沒辦法 有些事想咬大班 你那8秒留下 那也要被他罵了 他也要罵了 給你多10秒 咬我 我反駁了自己 不說了 各位 我經常覺得 事其是非其非 我們這樣不是爭論 而是表達的 辯論 我很希望一件事 我覺得是建設性的 大家政治辯論 這是好的 我們不是大家一按鍵 大家要跟 當然 大家政治辯論 但很重要的一件事 第一,在政治辯論裡 第一,完結之後 大家都是心平氣和 是繼續團結 齊想齊落 跟那個決定 跟那個決定 大家指民的民意 第二件事,在爭論的過程裡 不要整個猜測 人家本身有些不良的動機 不應該這樣 民主派 你不要說他 是卷戀權威 大佬真是卷戀權威 現在這個立法會 裡面你真的差不多 半隻腳已經準備坐牢了 最低限度在辯論當中 我覺得現在 最重要是有一個大的共識 就是如果進入的話 如果日後有什麼大件事 DQ等等 你都照可以做事 然後當時就是總辭 你自己進去 你隨時可以引爆 是 引爆權在你那裡 好,接下來到鄭女士 早上,鄭女士 早上,我是不是 是,鄭氏中森會 早上,主持 香港人要團結 無論什麼結果都要團結 我就不要爭辯了 我覺得這個風向應該是錯了 我們應該要去 逼政府爭取 去今年的選舉 不要留還是不留 因為這個太分化了 這幾天你看看 太晦慨了 我又不覺得是陰公 我不覺得這個是免相和氣 我們不要經常用建制的角度 這些我們要和氣收場 不是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不是每個討論都這麼理性 有些在網上講得很難聽 那些我們可以明白 不過鄭女士 我想了解你 你怎麼能夠令到焦點回去 政府說不肯就不肯 你怎麼能夠 因為現在根本 我們的焦點被政府模糊了 現在的焦點 我聽說很多人都沒有人說過 要去爭取 那個 會不會是大家都覺得 這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 你以為何要不要浪費時間 富哥有什麼可能做到 現在很多事情做不到 我們要先試一下 因為現在真的一步走一步 現在沒有事情做到 還有不說這個問題了 因為今早很多市民說了 這是我意願 其實我個人主張要不留 不過很多市民已經說了 我心聲不再說了 現在我們要團結 還有窗口一致要對政府 為什麼沒有人追究疫情的責任 還有為什麼沒有人要問那些口罩公用 浪費了那麼多錢 沒有人說了 有的 不過有的 剛才我們剛剛說完 不過我又跟你說 政府現在把視線轉移 我們一致張口 當然要一致對外 是的 我們說了 那些市民在這裏 那些現在說了很久 說了十幾天 現在政府還在逼我們 28號要有一個決定 對不對 政府進進進 步步進逼 我們真的要 市民團結一致對外 要說回政府的壞事 還有我覺得 其實樓是兩難的 去有兩難的 但樓要給個合理的理由 給市民 OK 謝謝 還有我們討論焦點 又要討論回林鄭樂台 之前討論過一陣子 他現在有上連任 這個有係的方向 有係被政府帶亂了 我們又要去回這個方向 明白的 鄭女士 接著到霍小姐 你好 各位先生 我想說 其實我們現在 由19年到現在 我們都是因為香港人民團結 團結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用眼睛 流亡的手足 又或者是 坐牢的 失去自由的人 在禮之各 等候上訴 失去自由的人 失去自由 才能團結到這些 就是因為人大的 舉鬥機器 令到我們 整年的團結就沒有了 我覺得 現在爭論沒有用意思 因為 我們還有幾多個 生命 還有幾多隻眼睛 還有幾多血霸 或者汗 不過霍小姐 最大的現實的殘酷 就是 現在這個所謂 我又不覺得這是什麼爭 但是這個決定 是需要討論的 討論當中 大家就不一定 哎呀 我們泛民是最珍貴的地方 大家有不同意見 可以說出來 我只是覺得討論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已經討論了兩個星期 是沒有結果的 但是現在有22個 大家都沒有結果的時候 我們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他都沒有結果 就入了一次 又或者是入了2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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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接受那個結果 那就不用爭了 因爲為什麼是越來越深化 我根本其實是沒有意見去留還是不留 留呢 我有贊成不留 因為我永遠投票 我只是投票 不會投票給現實派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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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多謝你霍小姐 接著到何先生 早晨何先生 各位好 我說一件很簡單的事 富哥你懂得打球 看足球 90分鐘打完 1比1就1比1 加時 加時 如果你去馬會投注 你投注一對就沒用 你馬豬拉磨 我反對倒球 所以我不繼續說 這個是世班最主要的立場 很多年了 還有一件事 你聽我先說 富哥 還有一件事 我告訴你 如果我們以錢為研責 我們看著那一萬億 如果那一萬億沒有了 沒有 香港沒有錢 你起碼來計算 坐在這裏的時候 你那些傢伙的建制派 必須要放在這裏 坐在這裏 接著等法叔 接著溝到雞 那這就是機會 第二又有疫症 突然有幾個 散了 有很多因素出來 那是人走出來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說話 兩岸年升啤不絕 青州有個萬松山 你躺在這裏 人家都過了萬松山 收到 即是不需要說那些 又說那些 誰看法 我就看著那一萬億 沒有了一萬億 我告訴你 還有一件事 你說不合法 是 777 現在有多少人 哪個選舉出來 那你不一樣 鑽進去做議員 六八九有多少個 明白的 突然一休的時候 又是釋法 你不是整天說 那些道德高地沒有用 現在最重要是看著那些一萬億 然後一萬億沒有了 香港都玩完了 接著到林先生 林先生早晨 早晨 鄭律師還有楊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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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打的 其實我自己一開始很支持辭職 希望大家辭職 我主力都是看國際線 因為我屬於比較著重抗爭牌 但是聽了這幾天之後 我覺得現在大家越來分化 我覺得無論遲和不遲 好像中國畫成最大型家 真的 所以我就想說一點 我們可能要跳出一個框框 其實與其我們真論遲或者不遲 不如我們去到最基本的 跟隨民主制度 我的意思就是 可能找戴耀迪教授 或者鍾廷耀 做一個討論民調 而可能從而凝聚民心 不過剛剛眾新聞出了 民主黨將會以科學民調 決定黨內七名立法會議員去留 該黨早前表示他們會傾向留守 他們說民意研究所 星期二起 剛剛過了星期二進行網上的問卷調查 當中兩題有關民主派去留的問題 結果明天公佈 民主黨會以民調作為去留的基礎 就是這樣 最新的消息 好 但我看過那一段 因為我也有答過問題 其實它只是其中一題 就是問支持辭職 其實也沒有第三個答案 有些人好像剛剛所說的 不如先進去吧 如果真的有什麼重大事情 我們再總辭 其實我們會比較 變成議員的選擇 其實那個調查是比較 我不知道他們打不打算 叫民調中心做一個新調查 就是剛才林先生的意見 其實一個選擇或選項 是多於兩個 是嗎 是呀 我覺得現在大家好像變了兩極快 是因為像是持途不持之間 是沒有中間的選項 就變成好像李珍和我爹 一個是說 發問你為什麼 只要抱住這個職位 為了錢 那當然我想說一點 就是為什麼一開始支持大班 大班 我昨晚說的一件事 香港仍然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賺錢不是罪惡的 立法會議員有薪酬 只要盡力 是問心無愧的 就不要眼紅 你賺多少錢 我就有個提議 就說如果大家過度 這二十四個議員 其實在他們的選區裡 已經做了一些初選 有一些候選人 是被選民陰點 參加金界立法會選舉 我覺得他們應該請他們做演唱 不要叫助理 真的讓他們有機會 在一年裡 熟習議會的運作 預備明天的抗爭 這樣是比較好的 同意 因為我之前一開始 反對他們繼續延任 因為我也聽不到 泛民那邊有很有力的證據 來說服我們的決心 因為我之前聽到大多數議見 打算留在議會裡 所以我會變成支持 那些人去抗爭 那些言論 想要出來大聲說 不睡覺也要說 收到 謝謝你林先生 還有些聽眾 楊太 楊太 我想說 我認為鄭大班說的 我是認同的 我舉個例子 大家做逃兵 所有的議會條例 他都改了 所有的大禹 例如明日大儀 他又去批了 雖然現在少數 是不可以 大家有權 但是在議會裡 是全世界都看著的 如果你自己都做逃兵 外國還怎會幫你 現在你說制裁 制裁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覺得 不應該像梁耀忠那時候 他的主席不做 現在被李慧廷做 很多事情 都做不到 好 多謝你 我想最後總結一句 我自己過來立場 是甚麼都做不到 但你是不是就這樣投降 你起碼進去妨礙他 等於有人打劫你 這樣打個電話來 我現在腦袋你 你把自己的錢在門口 你便把自己的錢在門口 你死定都鎖著門 拿著把刀出來 拿著棍子出來 你一定要抗爭 甚麼都做不到 有人說你搶你 搶你整副膝 你送給他 起碼都是假的 有些抗爭 還有我覺得 大家不要受那麽多網的影響 例如有一位先生 有一位蕭先生 他自己連這個三級片 都拍得出來 他的人格 還有他每次說完 都是賣自己的東西 蛇齋餅種 OK 明白了 好了 因為很多人都進不到 張小姐最後都聽不到 不好意思